荔枝春相危害农作 最近也蔓延到许多校园 县议员蔡宗志表示 许多学校种有台湾卵树 也长满了荔枝春相 影响学生安全 参议员希望县府能全面消毒校园 不要让学童误触有毒的知意 县议员简次胜则表示 他去年定期会 及曾提到重重危机 今年却越演越烈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针对励志春相及黑蚂蚁 尽速提出配套措施解决 厚厚厚厚很多 像我们有一个 跟历委会这边 拜托他们来看 去年核定123亿的农业损失 南投县能够补偿的才30亿 县议员萧志全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提供更多农作项目的补助 而水里新异地区的补助 更是看得到吃不到 沿适业文端又联务那个都有 在农业会的网站都有 我们县里面你才用一个 所以说出场 你说才叫水稻 你看我刚才给你比喻的损失 今天就完全包不回来 因为去年123亿的农损 我们能够补偿的30亿 尤其生意跟随意这方面 很多你说的地务不合 用途不合他们的规定 補助给我们就很快 要吃不到嘛 针对荔枝春象及黑蚂蚁 引起的危害浓作 也影响校园安全问题 县议员蔡宗志 简刺盛及萧志全等多人 均希望县府 尽速研拟配套措施 以解决重重危机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